那时 实习者约翰来到犹太的旷野传道说 悔改吧 因为天国临近了 约翰就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那位 他说 有人在旷野大声呼喊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 妖术皮带 施的是蝗虫野蜜 那时 耶路撒冷犹太各地和约翰河一带的人 都来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翰河里接受他的洗礼 约翰看见很多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 就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毒蛇的后代 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临的烈怒呢 你们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 不要心里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告诉你们 上帝可以从这些石头中 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 现在 腹头已经放在树根上了 不结好果子的树 都要被砍下 丢在火里 我用水为你们施洗 叫你们悔改 但在我之后 因为比我更有能力的要来 我连替他提携带都不配 他要用圣灵和火 为你们施洗 他手拿着勃起 要把股肠清理干净 将麦子存入仓里 用不灭的火 把康碧烧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